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方面在上周五依然是国庆长假期间 但是在今天会有开盘 欧美方面 英法德三个国家平均涨幅大约是在0.9%至1.2%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因为美国非农数据 以及就业率意外好于预期 使得股市有强劲的上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分别上涨1.4%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500美元上下 但是数字货币比特币价格再次跌破8000美元 目前报价约为7900美元 油价也没有太大起色 目前的石油价格美国油依然是在52.60美元上下 那么在今天的这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就是有关于很多朋友都会问到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中 我们始终是在跟大家推荐 可以购买澳洲的股票 那么很多澳洲本地的当地的朋友也好 客户也好都问我们 这个澳洲的经济明明现在就是不太好 为什么你们还推荐股票 难道说经济不好 股市还会上涨 这中间的逻辑 很多人都感到很困惑 那事实上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Gold Markets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 也在问我们有什么好的推荐 我也跟他说到 现在大家依然是可以去购买股票 他也是很奇怪 说到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正在放缓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推荐股市呢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解释过 今天再次就是像祥林嫂一样说到 其实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通常央行和政府会采取措施 一般我们看到的 现在最多的就是降息 那么降息将会直接推动股市的上涨 这中间的关系 可以理解成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可能朋友们要问 那是不是可以把中间这个降息去掉 也就意味着经济不好 股市就能上涨了 不行 这中间一环恰恰是最为关键的 因为正由于这中间是这一环 使得大家觉得股市或者是公司 未来能够好 在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的概念 我跟大家再说一遍的是 我们通常说到的经济不好 很多时候是由于经济的数据不好 而经济数据通常反映的是过去一个月 过去三个月 或者说有可能是代表着现在不太好 但是股票里面的股价 却并不是意味着过去和现在 它代表的是未来 是投资者和市场对于这个公司 未来的一个定价 但是呢 这个未来定价并非等于这个公司 目前的实际价值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澳大利亚这个股市里面呢 去年到今年最火的股票 Afterpay 这个公司呢 是一个科技型公司 它没有任何的固定资产 没有写字楼 没有办公室 办公室呢 也是租的 甚至于公司到目前还是亏损状态 也就是呢 每个月现金还在减少 但这并不妨碍其股价 从五毛钱涨到现在的32澳元 涨幅在三年内达到了64倍之多 而同样另外一个公司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知名的AMP 也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曾经是最大的养老金公司 它有无数的客户 有无数的养老金 同时 它在澳大利亚主要城市 悉尼墨尔本等各个首府 市中心拥有多栋的商业写字楼地产 包括我们现在go market所在的办公室 也是AMP的物业地产 但为什么这么多的地产和资产 它的股价依然是只有一块七毛钱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股价并不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 它反映的是什么 是投资者和市场觉得它值多少钱 那这中间就存在着很多的主观判断 所以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 经济数据代表的是过去 也可能代表的是现在 但是股市中的价格 则代表的是投资者和市场 对于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定价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好 并不一定直接代表着 它的股市一定是好 这中间必须要有一个关键的一环 就是那一环呢 是需要有一个外界的因素 来带动市场和投资者 让他对于未来更有信心 更有信心才会导致股市的上涨 所以说呢 这个信心可以来自于某一家公司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奶粉股 它公布 我拿到了中国的奶粉进口牌照 那么即便是它现在的业绩还没有改变 大家都会纷纷购买它的股票 就是购买它的未来 那同样针对的是全部的行业的时候 那就像是央行说要降息 政府说要减税 它将会受益整一个股市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经济不好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 股市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环节 帮助大家建立信心 使得大家觉得未来会更好 好了 再说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石油的 我们知道呢 沙特这个油田被袭击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但是我们在加油站看到了油价呢 却一直是非常之高 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呢 答案是呢 很快就会掉下来 事实上在沙特遇到袭击之后呢 这个油价呢 在第二天 的确是冲上了62美元大关 但实际上62美元 却恰恰就是当时油价的最高点 从62美元到现在 过去的三周 油价一直在下跌 目前呢 已经从62的高峰 跌到现在的52美元 跌幅达到了15% 但是我们从加油站看到的是呢 这个油价呢 虽然是上涨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但它并没有下跌下来 这中间呢 我们不得不说 这个石油公司 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太贪心 但是与刚才我们说到的 股市代表着未来不同 油价 则和经济目前的走势 直接挂钩 换句话说的时候 油价并不会因为政策影响 降息 印钱等等这些因素 而突然上涨 石油和经济的现在走势 是正面挂钩的 也就是说 只有当经济真正好起来以后 油价才有可能上 那么这个经济主要看的是谁呢 其实主要看的就是美国和中国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到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了 或者说美国的降息更加迅速 更加连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有可能希望看到油价 会有大的反弹 在这之前 任何单个其他国家 除了美国以外国家的降息 都不会对油价产生重大的利好影响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看好油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如果您想参加本周日 在墨尔本 这个东区 格兰威尔利酒店 举办的活动 欢迎您点击我们视频 向下方的链接 另外我们悉尼也有线下活动 您可以通过下方链接 同样在线报名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